创意吸睛 文艺飘香 文创百宝香 文艺飘香 就是国乐 还有本草纲目是一个中医药材 但是为何要安排两者的相遇 我想可说的非常的多 这是一个创意的发想 我想老师在音乐 还有在中医药材方面 都有你个人的情有独钟 或者是喜爱沉浸在里头吧 没错 一开始会有这个音乐会 是跟我个人的背景有关 因为我的博士是念 东从下草就是我博士论文 主要研究的东西 我是念微生物的 然后是因为从小学音乐 所以我博士毕业以后 我还有再去念一个指挥的学位 所以这两个呢 我就把它想说 怎么样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 这个在你的内心当中 已经酝酿很久了 很久了 但是这场的音乐会算是头一次哦 对 因为以往的音乐会 也有类似所谓的养生音乐会 没错 但是主要呢 除了听音乐以外呢 就是介绍一些你怎么样去养生 是比较 不是理论方面的 对 那我们这一次我们会希望说 因为一个比较健康的人生 应该就是身心灵要调和嘛 对 除了心灵这部分听音乐之外 身体方面的健康 我们透过东从下草 大家应该就可以 吃这些中药嘛 比较健康 再来就是比较知识面的 就身心灵的灵的这个部分 因为我自己是研究这个部分嘛 所以我们就是把真正东从下草 在科学上的学历 把它在音乐会里面呈现给听众朋友 这些概念听来似乎是可以融合的 应该是没有什么样的冲突 不过我们来解构一下好了 我们先来谈国乐 还有我们中医药材 东从下草 其实两者都有它的共同元素 很中国 但是我们试着先来分离解构 这个国乐的演奏 其实乐器大家也熟悉 没有特别搭配西方乐器嘛 除了部分的打击乐器 和低音的弦乐 像大提琴 贝斯 这个已经在国乐团很常用了 其他都是国乐器 好要谈这个编曲 其实每首曲子 不同编曲不同的味道 可能要先谈曲目 那看他才有办法再去欣赏 哇原来不同的曲目 可能在编曲上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在要将中医药材融合到国乐里头 曲目的挑选又是怎么样一个想法的架构出来的 好 主要因为东从下草 我们知道它的产地是在大陆的西南边 四川西藏云南 在这一带还有青海这一带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曲目呢 都是以西南边疆的这一些素材 创作的曲目为主 对或是现有的曲目 因为我们总共六首曲目 有三首是创作的 有三首是现有的 所以我们就拿这些 包括我们选一些民歌 像西藏的民歌 我的家在日克哲 或者大家很熟悉的云南民歌 小河糖水 把这些作品 经过拿这些素材 然后经过重新的创作 然后所以大家可以听到很熟悉 也很好听的旋律在 像听来应该是说 从这个中医药材 它的采集的地方 然后再去找它地缘相近的一些歌曲 来做一些配合相称 没有错 但是还有比方说 是从意境上的 东龙下草 我们知道它是一种 一只虫上面长一根草 对不对 它其实是昆虫被那个真菌寄生以后 都长出来这个样子 那在东龙下草在中医里面 它那根草是属阴 阴阳的阴 然后虫的那个部分是属阳 所以这些阴阳五行 还有这些跟道家相关的这些观念 我们就会把它用到音乐里面 因为正常如果这只虫草 它没有被感染的话 它应该是会化油 然后变成鹅 对 就像蚕蚝包一样 变成鹅 然后再蚕卵 然后再变成虫 这样的过程 对 所以像我们有个曲子叫 蝴蝶梦 蝴蝶梦跟鹅是类似嘛 都是林刺木的 所以我们就把庄舟梦迪的 那个故事也放进来 所以整个曲子里面呢 就除了中药 除了国粤 我们还有一些传统的哲学的思维在里面 真的 还是很东方的 所以这个中医药材 一般人可能在中药店会看到 不过都已经变成制成品了 但是老师你有提到说 这些采集的地方 远到中国大陆去 包括四川啊 西藏这些 这是你这几年来 特别去那边采集的吗 有 是采集到吗 或者说怎么样 发现这边还有 因为东药下草在 每年自月底到 七月初这段时间 是它的产期 对 那整个在西南边 几乎所有人 都会放下手边的工作 全部都去采虫草 因为它价格太高了 比较中上以上的产品 一公斤 讲一公克好了 一公克起码要大概两千块台币 那两千块台币的话 算成一公斤 就是两百多万台币 对 所以这个价值是很高的 所以老师也特别赶在 那个季节去看到 当地人在采集 对 我去年五月到四川 实际拍这个影片 拍摄影片 对 所以我们这个 整个音乐会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曲目之外 我们就有包含很多 在乐曲的 幻场的时间里面 都会有这些 科学的 就是影片 不是知识 我还请了我的 博士班时候的指导教授 台大生化科技系的 徐月祥教授 来替我们做这些 现场的讲解 就在这幻场几分钟时间里面 大家就可以学到很多 很正确的科学知识 就是诚如刚才老师 您告诉我们的 有知识性 又有音乐性 还有一些哲学的思维 对 这样子的一个 表达的呈现的方式 我们可以想象有国乐演奏 然后当然曲目跟 这个中医药材就结合在一起 这是非常巧妙的 然后中间换场的时候 就会请来您的老师 来做介绍 应该彩排很久了 感觉应该是 非常的协调 因为整个东西是 有特别去设计规划 像现场的一些氛围 我们就会布置的 很像西藏的宗教的氛围在 所以你也可以听到 西藏的那个常好 那个 那种 特别的宗教氛围 在里面 还有一些漆上的那些 五色旗啊 之类的 感觉有点舞台剧的感觉 有点类剧场 类剧场 对 因为一般我们欣赏音乐会的时候 在后面的布景方面 通常都是很单一的啦 不太会有些变化 国家音乐厅主要就是管风琴嘛 对 但是我们就希望把它做一点改变 所以我们中间的投影幕 对 我们除了影片以外 还要做一些多媒体 做一些灯光的这些变化 让大家来感受一些 不太一样的氛围 这个技术上还好吧 在硬体上的一些配合 这是很感谢 因为两厅院 它有一个跟那个 标准艺术团体的 叫做伙伴关系 所以我们这个演出 是跟两厅院来合作 所以在这部分 它给我们非常多的职员啦 那么这是首部曲嘛 东崇夏草 那接下来还会有序曲吗 有 其实我自己的论文是东崇夏草嘛 那我的老师 他最权威的部分是灵芝啊 哦 灵芝 那也很珍贵 在明年的话 我们也会推出灵芝 明年 那今年的话就以东崇夏草 就在台湾仅有这一场吗 在台湾这边 对 我们是第一场做 因为您应该听到 整个的大概的简介 它这个音乐会整体的成本 和制作的时程 是要相当长的吧 对 所以我们一年可能就是 做一档这样的音乐会 这么的难得 一件的音乐会 真的是 花了多久时间呢 我们一般音乐会 起码要筹划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嘛 对 然后 当然这个音乐会 酝酿会更久 对 因为包括之前 我整个求学过程累积这些 包括东崇夏草的知识 或是说国乐部分的 这些经验 把它合并在一起 对 听起来是迸发出来的创意 但是事实上已经是 紧张在自己内心 已经酝酿非常久了 那么现在真的要以实体来呈现出来 我想台湾的乐米 真的是非常的有福气 大陆的朋友 会有机会欣赏到吗 因为我们希望把这样的制作 因为在华人地区 其实大家 应该都会有兴趣这样的话题 相信 而且现在的音乐会 如果你单纯只是听音乐 有时候可能不太能满足 一般听众的需求而已 可是对你们表演者来说 会不会觉得 其实要很纯粹 其实也是一种美 所以我们这里有特别的设计 就是在乐曲演奏的过程 我们不会有这些影片 或是不会有这些介绍的部分 不会说一边配乐 一边在那边讲话 是不会的 就是你把这些讲解 这些多媒体 整个都抽掉以后 它就是一个完整的音乐会 对 而且我们也不会让我们的团员 去看到 或是去听到这些部分 因为我们事前就会让他看了 要不然他演出会不专心嘛 对 我想对本身老师 你是指挥 会不会也是一个 非常奇特的经验 一种挑战呢 跟中药我们是第一次做啦 但是这样的 在跨领域的更多媒体的结合这些 这是我们音乐会已经办了很多场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都有特别设计这个部分了 好 回到刚才 我请教老师就说 在中国大陆的朋友 是不是有机会 究竟也来领赏像这样的音乐会 我们这一次音乐会会放到网路上 公共电视台会先转播 然后之后我们会放到网路平台去 对 我们在优酷啦 在YouTube 我们都会把我们的演出的一些精彩片段放上去 所以大家以后有机会可以看 那之后这个节目也会带到大陆去演出啦 但是不是近期就是 还在筹划当中 规划当中 因为在大陆地区 应该是讲内地吧 在内地 我们一般就是找当地的乐团来合作啦 好 我想大陆的听众朋友可以期待 台湾的朋友 2月7号就可以欣赏这场 别开生命的结合中医药材跟国乐的 非常具有疗愈养生的音乐会 你看有多媒体的舞台设计 对老师来说也是一个很奇特的创意发想 好 光是曲目的挑选 还有深入到中国大陆这些中医药材的产定 也是一个令人非常难以想象的一个画面 都会呈现在这个舞台上 跟表演的这个展演上 非常令人期待 相信也会令很多人印象深刻跟感动 今天非常感谢小巨人四族乐团音乐总监 既指挥陈志生老师 来为我们祷灵这一场音乐会 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